据路透社6日报道,瓦格纳私营军事集团创始人,俄罗斯知名商人普里格金当日发布一段视频,内容是他在一架军机驾驶舱邀请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进行空中决斗。 莫斯科时报称,这段视频是普里格金在其社交平台上发布的,视频在瓦格纳集团的一架苏24战机上拍摄,弗拉基米尔亚利山德罗维奇,我们已经着陆,我们轰炸了巴赫穆特。 普里格金在视频中说,明天我会驾驶一架米格29战机,你愿意的话就让我们在天上见吧,如果你赢了,你可以拿下巴赫穆特,否则我们就前进到地灭博士。 目前,暂未看到乌方级泽林斯基对此作出回应。 随着俄乌战事持续,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引发外界关注。 俄罗斯自由媒体1月14日报道称,俄战略研究所信息分析中心专家谢尔盖·伊尔马克夫认为,西方一直希望对瓦格纳集团施压,原因是其在全球多个地区取得了成功。 最初人们认为,该集团无法在队伍特别军事行动中发挥作用,但实践证明,他们很快改变战术,在队伍作战行动中展现出自己的力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